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是最後一天留在東京 昨天什麼都沒有拍過 是因為昨天實在整個行程都太緊急了 因為起床的時候已經是一時多的下午 趁急地要吃完午飯 然後已經走走走走走 走了整天 因為最後一天在這裡 我就告訴大家 我是住這些 住這些宅泊的 不是住酒店的 剛剛走過這段路 就是走他們的鐵站 其實我們住這些 很大風 而我的午餐就是吃了這個燒白酒魚丸 吃完午餐我那天都是圍繞著這個原宿行街 不過因為當天下太大雨 而我自己一個又駕不到機的關係 所以就沒有拍片給大家看 第二天很早我們就已經出發了 就把我們的行李行李箱 因為那天我們就要轉去雙根那一邊 打完之後三天都會住在雙根那一邊的溫暢旅館 其實這個地方都真的沒什麼賣的 現在一邊拍過去都只有一間便利店 所以買任何食物都要在這裡賣的了 其實我覺得我住那間旅館的地理位置都真的蠻隔離的 剛剛拍給大家那條斜路 我就是要牽著這個很重很重的行李箱 然後走一段斜路才可以上到一個平路的位置 然後又要繼續努力加油走多一條斜路才去到旅館 是要拖起那個行李箱的啊 那我們來到這個雙根就是住在這裡 就是在這裡住兩天 這間溫泉的旅館 這次就是住在這間鮮石高原的一絲湯 那今次的這間旅館呢 先讓我拍給大家看一下我住的地方是怎樣的 未來這三天住的旅館呢 都會睡在榻榻米的 那日本這邊的榻榻米呢 其實都真的非常之軟熟 那睡下去都很舒服 好像在睡在床浴那樣的 那邊已經是來到某個城市 現在看到遠眺建的故事 然後叫做往大廣東 讓我教你這個地方 我是說一句每天都很不適合 都不適合 差不多兩下天都不適合 買一些小食零食 就回到我們的旅館 因為一會7點他們就會說我們準備晚餐 不得不提的就是這間旅館他們所預備的晚餐 真的超豐富又好吃 我第六和第七日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還有繼續留意我下一段的東京之旅分享 拜拜 拜拜